很高興今天邀請到副市長來主持今天的記者會 我們說台灣的日子要讀台南公庭 台南的日子文化要讀岸壁這個地方的社區 所以岸壁這個地方應該是台灣人共同的房子 這個房子大家要共同來照顧 你有多久沒有來到岸壁 我想這段時間可能很多問題大家不來 不可盡我們岸壁這裡的檢队 大家都準備好了 歡迎大家來岸壁出場 這處岸壁市長特別交代文化局要來負責 安庭地區的觀光振興的計畫 所以我們整個月的時候就想說 我們這裡有很多古籍區 岸壁這個地方可以說是台灣 古籍立書建築密度最高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都是文化局做管理 我們明天去看到… 我們可以直接到達了 我們可以可以的 我們可以說